在社團 那麼早有人嗎? 現在才不到九點 五代的朋友大家早安 那麼早有車有上線嗎? 現在才九點左右 這一款車是五代 我們如果在工廠裡面有施工到五代的話 通常都會開個直播跟車友來分享 這個禮拜好像是禮拜四吧 好像是前天 有車友在苗栗的大型車業裡面 新車交車就來安裝KT 大概好像里程數才16還是18公里左右 今天在這個是KT台中的製造工廠 安裝的這款車一樣是RAV4的五代 是2.5的Hybrid動力二區的版本 安裝的一樣是KT的道路版 我們照之前的介紹一樣 我們先來介紹一下原廠的這台 TNGA底盤的一個懸吊 然後再來介紹KT的產品 那為什麼要做改裝 待會一一介紹給車友 如果車友有遇到有想要提問的問題 經理會把鏡頭帶到大家想要看的地方 來跟車友們來介紹一下會比較清楚 二區汽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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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為你在跟我講話 這台是油墊的 油墊的 對啦 這個是前面的RAV5代的前面的避震器 那最特別的地方 這個其實是賣花城 倒是沒有什麼特別之處 可是它的前面上座 是斜的耶 它的前面上座是斜的 所以在製造這個上座的時候 需要把這個的斜度 需要把它製作精準 要製作精準 這個是有斜度的 那改裝KT的話 是不需要沿用原廠的上座 因為這個上座的話 其實它有方向性 它這裡有一個缺口 對到膠 它有方向性 所以沿用原廠上座的話 可能要特別留意一下 組裝的順序 那這裡有一些固定座 這個是油管的固定座 這個是離載串的固定點 這個離載串的固定點 這些的話 都是跟原廠是座一樣的位置 這個是前面的避震器 後面的話 彈簧比較沒有什麼好介紹的 它彈簧的話 一樣是走一個比較長的行程 原廠的話 大概是五指多 大概快接近六指 那後方的話 比六指幅略多一點點 這個是後方的避震器 那剛剛有個車主 不論是Ruffle或是其他車款 如果有想要降車高 尤其是這一台 我們經常有遇到過車主的需求 是它沒有想要做改裝 單純是因為家裡的 立體的停車車位 高度受到限制 想要把車高降下來 能夠順利停進自己的車庫裡面 所以會去改短彈簧 但是有的車款 像我們禮拜四 禮拜四早上 在KT的粉絲團裡面做直播的 那一台好像也是油店的 那一台是Camry的七代 Camry的七代 其實它就適合改裝短彈簧 因為Camry的前面跟後面 都是麥花城的懸吊系統 那如果改裝短彈簧之後 它的行程 會吞掉大概三到四公分左右 它的行程本來很長 浪費個三四公分也無所謂 可是這一款車 TNGN底盤的前面的懸吊系統 如果要改短的話是還可以 可是後方的筒身行程 它其實還蠻短的 這個是它後方的行程 那想想看我們車高 如果車重壓下來 它大概只有剩下一半 行程大概剩下一半 如果再加上這個饅頭的厚度 這個饅頭 它不是整個都是緩衝的饅頭 它的饅頭我現在在擠壓 大概在這個地方 所以它的饅頭大概會 會再坐落在這個區域 那這個區域都已經是 大概快形成了一半了 所以如果這一款車 後方改裝短彈簧的話 幾乎都是壓著饅頭在跑 所以它乘坐起來的線性的感覺 就會在遇到大坑洞 或者是有滿載的時候 那個線性的感覺就會犧牲掉 所以以這台車來說 經理個人比較不建議改短彈簧 但是有的車是可以的 像是Kmory的五代六代七代 這幾款車的話 改短彈簧的話OK 可是這款車 如果車友是為了要降低車高的話 我個人比較不建議改裝短彈簧 至於改裝避震器的話 台灣改裝避震器說真的還滿競爭的 所以我個人建議車友們選擇避震器的方式 其實可以實車來試乘 因為問我自己是製造KT的一個經理 問我來說的話一定比較不客觀 老王賣瓜我一定是做KT的產品好 那最比較客觀的方式 畢竟很多品牌會建議車友們 來做試乘來做比較 或者是說也有很多的車友 安裝的是KT的品牌 或者是我們在 VP的經銷體系裡面 北區、中區經銷商 或者是南區的店家 也都有實車可以試乘 只是說可能試乘車 不是RAV4這個車款 所以會建議車友 要選擇避震器的時候 可以多多試乘 多多比較看看 這個是後方的RAV4五代的避震器 這個也都是日本進口的知名品牌 大部分的話都是KYB代工 但是這款車的話 經理有介紹過好多次了 這個也是日本的大廠 HATIKO 這裡有LOGO 可是我是用前鏡頭 這個都是日本品質特別好的原廠 原廠的一個零件製造廠商 那它後方的行程已經比較短 因為它的後方是一個多連桿的懸吊系統 這個彈筒身的擺臂的位置 它是設定比較靠近支點的位置 就是比較靠近支點 如果在比較 離支點比較遠的話 它的行程 整體的長度就會做得比較長 可是後方TNG的底盤 它是比較靠近支點的內側 所以它的行程比較短 當然行程比較短 它的軟硬度的話 就要稍微做得比較硬一點點 所以它的屬於算是會比上一個世代的話 還要來得好很多 那這款車因為有很多車友捧場 所以我們安裝的速度是非常非常的快 這台車大概是8點25分安裝 現在的話好像已經安裝到差不多了 所以我們先來介紹一下KT裝上去的樣子 免得師傅等一下等我 因為我介紹的話 如果車友有問題的話 很歡迎詢問我 我會把鏡頭移到大家想要看的地方 就會更了解這台車的底盤 甚至是了解KT的產品 剛剛我們拿的那一個是 它的原廠的避震器 這個是KT的避震器 改裝KT之後有兩個優勢 第一個剛剛提到了車高高度是可以調整的 像今天的車友有選擇的車高大概是30到30半左右 也就是大概原廠降低一半左右的幅度 沒有降的特別低 因為這一款車畢竟都還是休旅車 車主的需求不會像一般的轎車 或者是玩什麼海拉風 要降的趴在地上哪一款 不太會一般大概是都剩下大概3到4指幅左右 大概大概是這樣 那後方的這個是一個上座的設計 這個TNGA的所有都是有一個上座的設計 後上座的話它的形式是很特殊 所以後上座是要沿用原廠 那前面的上座的話 KT就有附一個新品 在上座的下方這裡有一顆旋鈕 這顆旋鈕就是在調整後方的軟硬度的 軟硬度的話可以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那這一款車其實它是多連桿的懸吊系統 如果車高比原廠降低的幅度大很多的話 它的後輪的這個角度 後輪的這個角度 Camber的角度會變得比較趴 所以如果有降低幅度比較多的話 我自己就會建議車友 一定要加裝這個仰角調整器 其實TNGA的底盤 它有一個角度 這個是Camber Camber的話原廠沒有螺絲可以調整 可是束腳這個叫束腳 束腳的話頭硬的話 原廠就有一顆偏心螺絲可以做調整 所以微幅降低的話 還可以靠束腳的角度來做修正 可是降低的幅度比較多的話 Camber比較趴的話 它恐怕就校正不出來 就會建議要改裝仰角調整器 讓後輪這個角度 能夠做得比較正一點點 不會讓輪胎的內側異常的磨耗 那如果內側磨耗比較快 那這條胎就有點浪費了 原先這個像這個修理車胎 磨個三萬五四萬的話都還蠻合理的 可是如果Camber的腳步不對的話 有可能一萬五甚至兩萬 內側磨光就得要做汰換 那這樣就有點浪費了 所以如果用車的頻率比較高 或者是說降低的幅度比較大 那不論是不是改裝KT都沒有關係 但是經理個人會建議大家 一併要改裝這個仰角調整器 那後方的統身介紹完畢之後 再來就是彈簧 彈簧的話 KT在這款車的設計 後方才配六公斤 那彈簧的長度拉長到230mm 所以最高的話 我們這裡的距離其實有量測過 大概90mm左右 那裝的KT升到最高啊 大概還是比原廠低兩公分喔 所以最高車高沒有辦法跟原廠一樣高 最高車高的話 還是略低於原廠大概2到2.5公分左右 這個是後方的部分 那後面的話 他的調整機構是坐在下方會比較適合 在下方的 那這款車的後面還有稍微一個安裝的重點 就是他彈簧一個預載的幅度 要特別要把它做好 那前面的話安裝好了 來我移動一下鏡頭會有點晃喔 我這個是原廠拆下來的避震器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前方也已經裝好了 前面的話比較單純的 因為前面是一個賣花層的懸吊系統 那我們先來看的第一個是 上座的部分 上座的話是在這邊 上座的話有附上座 這個中間的話有一顆旋鈕 那一顆旋鈕 是在調整軟硬度的 那前面的話 如果從這個角度 大概可以看得出來 因為我是要一個人手搬著車 然後來介紹 所以有點不夠清楚 上座的話 這款車是有斜度的喔 還有 共用底盤的 Camry 進口的八代也是一樣 都是有斜度的 師傅裝好了 現在在等我囉 我加快速度 腳步介紹一下 那前面KT的部分 跟其他同業有不太一樣的地方 是在前面的彈簧 一般啦 像這款車的話 前面大家都是做一個直捲式的彈簧 可是 RAFO是很舒適的休旅車 所以我們為了RAFO 像這樣的類似極具的休旅車 我們打了一條燈籠狀的彈簧 它不是直捲式的 它是燈籠狀的 所以在上下作動的幅度 燈籠狀的彈簧 它的幅度會比直捲式的彈簧 還要來多出35% 而且直捲式的彈簧 它下壓之後 它回彈的力道就是直上直下 可是燈籠狀的彈簧 它在作動的時候 有一部分的力道 會往兩旁釋放 所以就會比較舒適 其實原廠的彈簧 也是類似這樣的結構 但是原廠的避震器是附桶的 KT的避震器是單桶的 那其實只有彈簧略像而已 可是在乘坐感覺 在其他的一個功能性上來說的話 是差蠻多的 但是我現在這個角度 沒有辦法特寫到彈簧 我把腳架再移底一點點看看 等我一下 這樣應該看得到了 這個是前面彈簧 它的彈簧 線徑跟線徑之間的距離 會拉得比較開 所以它的作動的幅度會比較大 那這裡有一些 這個是離載串固定點 還有ABS感應線 還有油管固定位置 這些都是跟原廠 都符合原廠相關的規範 都跟原廠固定位置一樣 那筒身前面的話 是靠它這個齒輪狀 環狀的托盤 來調整車高 所以調整好之後 這個一定要記得把它鎖緊 要記得把它敲緊 好前面的介紹大概是這樣 那KT的用料的話 如果有看過 經理介紹影片的話 就大概知道 KT的像是主女友 裡面所填充的主女友 主女友就好像是我們人體的血液一樣 非常的重要 主女友的話 是用意大利IP的主女友 那像是油封的話 油管道避震器壽命最重要的油封 是使用日本NOK的油封 這個東西裝在裡面 車友可能看不太到 但是很歡迎來KT的工廠 來豔名正身 KT的話 用的都是日本NOK的油封 義大利IP的主女友 所以用料都還蠻不錯的 那如果車友要更多的資訊的話 可以資訊我們小編 或者是說 如果有想要試乘 有任何問題的話 都很歡迎跟我們聯絡 那今天的Rawful五代的直播分享 就到這裡的 謝謝大家 車友們拜拜 我們才裝35分鐘 我們才裝35分鐘 哇